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加入这个医疗 有点像是教养顾问 教养咨询的这个产业 其实是因为在疫情过后 就发现很多的孩子 他们其实都有训练的需求 可是在台湾的这个医疗的量能 其实没有办法负担这么多的迟缓的孩子 那当家长觉得小朋友讲话比较慢了 他们去找医生可能挂号要等 等几天等几周 挂了号之后要来治疗师这边等评估 可能又要再等大概三到五个月 等三到五个月又要等报告 等报告又要再等个两三周 哇 这样全部这样折腾 从发现孩子有需要到真的拿到这个身份 然后开始有正规的医疗的训练的时候 大概都是过了大半年就这样过了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可惜哦 很希望有一个提供教养训练方法的一个服务 我们赋能给家长 让家长得到训练孩子的方法 家长有了我们治疗师的大脑之后 他们就知道怎么去教 那我们也有一对一的咨询 也有大班的团课 那我们加入这个教养咨询的这个顾问的这个产业 其实也没有很久 大概一年半多而已 所以我们还在持续拓展当中 是 等同于就是我们好好是希望说 不要就是把时间浪费在这个等待时间的一个过程中 可以在一个黄金时段 把这些有需求的孩子们可以真的去走到一些 比较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上 可以在对的环境做一个学习 对还有合适的方法在对的环境 是 那我们这个值属于你这个品牌名称由来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我们一刚开始的团队只有 职能治疗师跟语言治疗师 那就想说那应该有一个值跟一个语 好这两个字我就放在心里 那有一天在操商 就在吃那个寒吉的时候这样吃 那就发现 欸 番薯 欸 紫薯 紫薯跟芋头 这样紫色的寒吉跟芋头 欸 芋泥 所以就两个食物就把它凑在一起 所以就紫薯芋泥 就紫薯于你 Yours only 就是only for you 你知道吗 是 因为我们又是做家长的这个对接 所以就说我们是你的这个教养路上的好闺蜜 我们是你的教官 我教你怎么去面对孩子 所以就是紫薯于你 only for you Yours only 然后又有两个食物 很好吃 是 那我相信这个品牌成立一年多的这过程当中 一定有遇到很多波折跟困难的地方 嗯 那没有遇到让你觉得比较辛苦的事情呢 其实最大的困难应该是普遍的社会的一些认同 社会的价值 有一些家长他们会觉得 孩子才是那个需要被修正的对象 他们会认为说 欸 孩子有没有可能是被煞到 或者是被鬼附身啊 或者是家族里面有一些的 呃 作孽啊之类的 对 所以其实有一些传统的思想 他们还是想要修好这个孩子 那我们这样子去推行起来 其实蛮挫折的 因为大部分的障碍 其实都是环境有一半的责任 那孩子的能力 我们也要持续的训练 但我们提供一个很棒的一个 好的土壤 好的水 好的养分 让孩子可以快乐 然后很健康的长大 这才是我们要推行的 对 所以最大的还是人的刻板印象会比较深 是 等于说还是得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 慢慢去推广教育这些正确的观念 没错 那我们这个只属于你有什么样的核心的理念呢 其实我们核心的理念有几个 第一个是我们赋能给家长 这个empower 原本家长不太会做的事情 透过我们跟家长之间的训练 所以家长之后就会做了 他学了一些策略一些方法 所以他就会问我说 好老师我的小朋友他讲话都只会讲一两个字 不会讲句子 怎么办 那我告诉他我的训练方式之后 我跟家长两个演练了 他再回去教孩子 他就很开心回来说 老师这真的有用 对我说你看你是孩子最棒的教练 这个家庭的赋能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 我们是一个推广神经多样性的团队 神经多样性的意思就是 每个月的大脑的发育 它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说你是对 我不说你是错 每个人的种类这么多 我们都有它的多样性存在 那因为它多样 所以我们要欣赏跟包容 对我们不会再把 亚斯伯格啊自闭光谱啊 或者是过动症啊 这样的一个孩子 这些族群给他贴标签 说你不管你懒散 你就是应该要被修理 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对所以我们一样 不管是家长的负能 或者是神经多样性的这个观念 我们都很希望是根深蒂固 传到每一个角落 是 那这过程你希望透过这样的服务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感受 给这些有需求的客人呢 我希望他们是被理解跟被接纳的 那尤其是有一些的家长 其实他们会有一些 就有的观念 嗯 他们会有一些愧疚 有一些挫折 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告诉他们说 没关系我们专注在问题 恢复理性 专注在问题上面 我们把问题解决 找到策略跟方法 事情就OK了 对 这是我们很想传递的 是 那有没有几个 成就人员的一个案例 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呢 曾经就是有一个孩子 然后他就是比较没有 有口语的表现 最多就只能发出啊 就是这样子 年纪很大了 三岁了 可是他只有啊啊啊的声音 那我们就想说 哎 家长很心急 家长说老师 这不行啊 我儿子正常来说 一岁就要叫爸爸妈妈了 可是到三岁他只能啊啊啊 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迟缓 所以我们就想说 好 那我们要让孩子有沟通的功能 我们跟家长说 沟通不只是只有口语 不是只有嘴巴讲才叫沟通 肢体语言也是沟通 所以像我们提供家长策略是 我们请家长把家里的食物拍起来 拍照拍起来 然后放在冰箱上 用磁碟放在冰箱上 当孩子想要跟妈妈讨东西吃 他会拿图卡去跟妈妈点餐 他就是一种沟通 或者是这个小朋友他后来 我们也有教家长使用手语 那我们用手语的方式 让孩子跟家长 可以用肢体沟通 不要吃东西 more 还要 那他就跟家长沟通的时候 家长能理解他了 家长理解他 他比这个手势的时候 家长就说 你还要吗 more 这样子去问孩子的时候 孩子就会牙牙羞 摸摸摸摸 要求口语或者是说话的行为 是 我们去改变的是家庭的环境 我们不是说 来你小孩来讲话 我来训练他 像训练小鹦鹉一样 我们从来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做的是给家长策略跟方法 太多成功的案例了 然后家长就会说 欸 慢慢几个月过去了 孩子的沟通的这个技能 越来越好 不会哭闹了 不会捏爸爸妈妈了 不会生气了 那他有越来越多 想要表达的欲望 孩子的模仿能力 越来越强 其实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他就变成一个 越来越会沟通的孩子 是 那这段未来部分 有什么样的短中长期规划呢 我们的短期规划 最近我们才刚举办了 一到两场 我们有去申请 卫福部的医事人员 继续教育学分 所以只属于你提供的课程 不是只有社会大众 爸爸妈妈可以来听 如果你今天是语言治疗师 或者是其他的专业人员 那要看你的产业类别 那你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是可以合发专业进修学分 这个是别的公司 或者是其他的质量 是还没有办法提供的 我们直接走在最前面 我们希望有理论的基础 有科学的根据 而且我们要把知识普及化 这是我们短期的计划 那我们中期跟长期的部分 我们有越来越多实体的下令营 实体的营对活动 那透过这些营对活动 家长不是只有在网路上看着我们 好像在看我们看电视 也不是只有在上课 我们越来越希望拉近 我们跟家长之间的距离跟认同度 你来参加营对活动 我来告诉你 什么叫做全面启动专注力 小朋友有方聊有冥想有感觉同和有说故事有烘焙课 我用这么多的角度切入 告诉你专注力 不是只有那个坐在那里写数学叫专注力 我全方位的告诉孩子怎么使用 他们天生就有的专注力 同时要把爸妈隔开 爸妈去听演讲 我们的老师就会告诉你 我的课程的设计 我的内容是什么 我今天告诉你 其实这跟发言有关系 有饮食的调整 让孩子专注力可以提升 人工的添加物如何去判断 你想要给孩子吃哪些营养补给品 我要着重哪些内容 这些都是我们所有的专业的老师 一起设计出来的课程 小朋友去上课 大人听演讲 那到最后合在一起 大人跟孩子互相共鸣 这个就是我们的中长期计划 我们要去整顿整个台湾的一个 主流的一些思想 台湾的主流思想还是会觉得 小孩不专心 我送他去 补习 对去补习班 或者是安清班 去某某补习班 这样子 那你这样训练了 你会发现 家长的期待一直都不够 孩子怎么努力我 就是达不到爸妈的期待 因为爸妈的思想没有改变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很新的一个 我得说它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它不简单 它不容易 可是我们很愿意当第一个 那我们希望号召 这个长期是我们号召成一个站队 这是一个社群 我们希望是可以让Even 就是早餐店老板年 Even你今天是一个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干嘛 可是你慢慢越来越认同 所以当我有特殊的孩子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身为一个路人 我也可以知道这个孩子 他可能需要什么协助 他是一个很有警觉性的一个社会的安全网 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是 那如果说未来有一个年轻穿业者 太像投身在这块领域的话 那我们好老师有什么建议话想给他呢 我觉得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 不要畏畏所说 像是一刚开始我们在做自媒体的时候 不要永远想着我要化妆打扮好 坐在漂亮的绿色沙发上 然后才可以做短影音 才可以做内容 其实不是 你自己想的是什么 你的内容内涵中心思想是最重要的 外表 嗯 maybe很重要 但是呈现的方式 如果你心里是有热忱 眼睛有光 大家都看得到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要觉得我在等等 我要买器材 我要买好的相机 好的麦克风 不是 你现在此时此刻就可以创业 你可以从小的开始做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那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 好好笑 我刚刚有点忘记了 是要讲什么 嗯 第二个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利他 你永远要想着 你传递给这个社会 你希望别人看了你的内容 别人从你的产品 可以得到什么帮助 他的生命有什么改变 这个也很重要 我要传递的是价值 我要的是别人都好 那这个利他 是最重要的核心之后 你将来 你说要不要赚钱 你说人家的影响力 你说你们有知名度 他都会跟着来 因为你对社会大众好 大家知道 你是一个提供优质的服务的 优质产品的一个企业公司 他们会主动的来追寻你 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 那王浩老师给我们的创意者建议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不要等 我们自己真的百分之百 准备好之后再去做 是 没错 很多时候其实路途都是这样 我们走在当下 就会知道问题出在哪边 是 随时做调整改变就可以了 没错 只要你不要去逃避问题 不要去逃避现实就OK了 对 该来的还是来 是 当然最重要的部分是 就像王浩老师所提到的 我们要去想 我们在选择哪个产业做生根的时候 到底怎么做才是对这个社会大众 以及这样的一个社会才是有帮助的 没错 有帮助的情况之下 当然很多的消费者 他们就会愿意去跟随你的理念 认同你的产品 就会购买你的产品了 对 是 好的 那我就非常谢谢我们的好好老师 来到我们人物专访 谢谢 谢谢Lisa